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天气热乎乎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日本甜心女孩 Lilia来跟大家分享美食 Lilia先跟大家问好 嗨大家好 我是Lilia Lilia你先站起来转一圈给大家看 Lilia今天穿的热情如火 耶 今天很阳光有没有 而且Lilia穿的是短裤 对啊短裤 第一次秀短裤 这T恤我现在目前最喜欢的T恤 这边有写台北 哦这上面有台北 这个是一个跑步用的吗 不是 跑步运动服啊 运动服的运动品牌嘛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说这我写台北 怎么会有这种呢 对啊所以我就买下来了 好Lilia坐下 来Lilia坐下 Lilia夏天来了对不对 是的 可是Lilia好奇怪哦 今天是夏天对不对 可是Lilia居然用了一个保温壶 装了一个东西来 我给大家看哈 这个是一个保温壶 Lilia不知道要做什么神秘的东西 然后可是她带了这三个碗 我想我应该猜得出来 这里面应该是热乎乎的什么汤 对不对 是 一种热乎乎的什么汤 对而且装的是这个汤 这个碗你就知道了吧 对不对 而且这个是我的筷子 Lilia你为什么带来的这个碗 三个都不一样我看起来一开始 我认为三个都一样是漆漆 嗯 结果不是 这三个碗 有高度不一样的 对 Lilia 哎哎我们顺便来讲一下日本人的碗好了 然后这两个人 这两个是比较接近的对不对 其实是一样的 它只是外面有一个黑色的而已 这两个是形状不一样 那两个是花纹不一样 可是这个不一样啊 对 来这个比较这个比较高对不对 比较高 哪一个是汤丸 哪一个是饭丸 日本人怎么分 这个都是汤丸 这三个都是汤丸 这个都是汤丸 那饭丸呢 对 饭丸是陶做的然后有一点尖的 下面比较高一点 然后从下面碗上都是比较直的 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的 可是问你是日本人不能拿这个吃饭吗 不行这个是汤丸 为什么不行 这个就是汤丸 他有坚持哦 这个就是汤丸 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莉莉亚很坚持 虽然我一直逼问他为什么不行 都是一个碗型 要吃饭要喝汤都可以啊 不是吗 不行 我们就是那个啊 我们不是都是吃定食吗 日本就是一个人一份东西 就是一个饭 一个菜 一个煮菜 然后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烟的东西在旁边这样子 这个是一套的 所以不像我们台湾吃饭没有错 在台湾的话 一个碗先吃菜吃饭之后 最后要摇汤 摇汤啊 就是一个碗呢 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就是整个吃就是全部都是一个人分的分好 这样子 哦 所以就是定食的概念 那莉莉亚你什么时候会用这个比较高的碗 什么时候会用这个比较浅的碗呢 我吗 如果料多的时候我比较会用高的碗 好笑 这个很蠢 这个问题很蠢 你知道 这个碗比较大 所以料多的时候用比较高的 料少的时候用比较浅的 并不是说清汤或味噌汤要用什么不是 对不对 那我也来跟大家炫耀成我的筷子 炫耀哦 因为下面有我的名字啊 莉莉亚你下次把你吃饭的这些东西都搬来我们超级美食家好不好 我很好奇 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汤丸 你知道就其他的这些容器 小波对不对 小器皿 对对对 还有这个筷子 哎 这个筷子 等一下 这真的是莉莉亚在用的筷子 大家请看一下筷尖 小米丁都没用 筷尖 快尖都白了 都磨成白色了 是我的 莉莉亚 我记得 我记得 哪里有你的名字啊 这边啊 这边就是我有刻我的名字啊 哦 哎 莉莉亚我要问一个问题啦 是 我记得我有一年去日本旅游 在这里莉莉亚的日文是这样子的 哎呀 大家如果上到YouTube就可以看到这段影片了 看到莉莉亚 真的是莉莉亚在使用的一些石器 我有一年去日本玩 然后呢 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讲说 瑞雅姐瑞雅姐瑞雅姐 你要去日本 因为那年我去京都 他说你要去日本买那个 八 就日本人有那种 削成八面或六面的筷子 有吗 哦 有啊 有啊 是八面还是六面 他说好好拿 好好用 这个是六面嘛 六面的筷子 好像我家也是 哎呦 没有主席 因为我看你没有啊 这个不是 你这个是圆的 这个是圆的 这个上面是翻的 哦 他这是四面的啦 四面变 四面变那个 是不是 对 他其实是四面 对 所以为什么筷子有 有六面 这是什么意思 他其实 我其实还现在 哎 不是说很懂他的用意 但是我记得就是 他上面就是一个 一个 他的历史 他说他手销 手销哦 手销块哦 现在其实很多这种东西 是他好拿 跟一个特色 一个好看的一个特色 这样子 木纹 像这个你看 他就是有一个木纹 在他要让木纹 更美 更漂亮 这样子用意也有 那我不晓得那个 似乎是 是哪一种用意在做 哎呦 我发现我们眼睛看了 都不一样 哎 莉莉亚 你筷子在还我 莉莉亚刚才讲说 他使用这双筷子 是他喜欢他的木纹 对 可是莉莉亚 我每次看到日本的筷子 我都只有看到这段 彩色的这一段 哦 是啊 对啊 就比如说我挑 都会挑彩色的这一段 我并没有很在乎 他的木纹是什么 因为他也可以挑 有一些筷子装 麦天是可以挑木头 应该说 他们会有 哎 这个这一块是什么什么木 这一块是什么什么木 他会讲 我已经有点忘记了 他在这个木头里面 自己喜欢的纹路 所以等于是重点都画错了啦 我们只有看到这个花花绿绿 觉得花花绿绿很美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们其实看到的是下面这边 你看莉莉亚的名字刻在这里 好好玩哦 莉莉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你的 日文名字吗 日文名字 它是写阿雅卡 阿雅卡是什么意思 阿雅卡是我的日文名字 翻译是什么意思 阿雅卡可以翻很多 因为它是平甲名嘛 平甲名就像语音一样 不不不不不不一样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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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文这个字 是很多亚很多文一样的意思 那阿雅卡也是 它有很多阿 很多亚很多咖 阿雅也有很多阿 阿雅 对 如果是阿雅 我的阿雅是绚 绚烂的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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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密字 一个绚 大家会写吗 绚丽的绚 对绚丽的绚 然后一个花是那个中华的花 绚华 对 这个两个字 那它这个那样阿雅卡 那你为什么你要叫莉莉亚呢 莉莉亚是我取的一个 艺名 莉莉亚有意思吗 你看我们 莉莉亚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莉莉亚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这么多 只都没有仔细问她 原来这是莉莉亚的艺名 对 莉莉亚是艺名 因为当初 水里的里 对 水里的里 亚洲的亚 莉莉亚 那我原本的名字叫阿雅卡 那大学的时候呢 在我在文艺福大的时候呢 很多人问我名字之后呢 有一半的人会问我说 跟我说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艺亚卡 她就说 你有英文名字吗 她就这样子 但她就讲不出来 艺亚卡就是日文啊 对 可是她就 我讲艺亚卡之后 她就认住之后 你有英文名字吗 她可能希望你回答 你叫艾米 Jennifer 对 我英文名字叫艾米 真的还假的 对 因为是艾亚卡嘛 对日文艾亚卡 大家都是这样取英文名字不是吗 也没有 艾米是我忘的 然后呢 后来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 艾亚卡 人家说 艾亚卡 艾亚 艾亚卡 艾亚 艾亚卡 就好 我不要 就好 我觉得还是取一个 然后所以我就用英文名字是 对人家后来让你 大家在记忆别人的名字 如果是用那么诙谐的方式 其实都要放在心里 是的 不要讲出来 对 不要讲出来 你知道艾亚 我会卡 这个应该是 你的记忆力不好 你说你要记住 莉莉亚的名字的方式 可是呢 讲出来 其实并不 并不好 对 对不对 不尊重人家 是的 因为名字都是父母给的 是的 没有错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 不管是什么国家 都应该要有的概念 对 好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来节目现场 吃到了西瓜跟芒果 凉了 就有痰了 我先倒进来好不好 我忘记带那个汤 我不要 不要哦 汤 汤勺 汤子我忘记带了 我不要 我让你直接倒 等一下我们再拍 好啊 对啊 今天莉莉亚带什么汤 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只知道是一个汤 对 这么热的天气 它带汤一定有它的道理 是的 对不对 没错的 嗯哼 就像上次我们在这里 大蛋水果一样 是的 是的 这是有用意的 我们中网友要红西瓜 你要不要等一下带一块红西瓜 真的吗 对啊 可以叫 有 我刚刚有跟吴董 可以叫吴董 也留一块给莉莉亚 来 也太棒了 好开心哦 好我们第二个七分钟来哦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是日本甜心女孩 莉莉亚 是我啊 我们刚刚其实看到莉莉亚拿出了筷子 莉莉亚拿出了碗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先跟莉莉亚预定 下一次呢 如果有机会 莉莉亚要来我们超级美食家 把她家里用的这些东西都拿来了 大家呢 其实很爱吃日本料理也应该要知道日本料理的这些食器的这些一些使用的习惯 对不对 没错 就像我刚才问莉莉亚说 为什么你们的漆漆我不能拿来装饭 为什么这个比较高 你知道这个碗比较高 比较深 我为什么不能来装饭 莉莉亚就是不行 然后呢 还问她 这个碗比较深 要装什么汤 她说就是料多的汤 有没有 很直接 可是莉莉亚今天到底跟我带的这锅是什么呢 是 猜猜看 我 一定是这个汤嘛 对 我不晓得猜不猜到 因为日本的话 日本人或许猜得到 我今天穿这样子 就跟这个汤有关系 等一下 所以莉莉亚你今天不是故意展露夏天给我看哦 我今天 你今天其实是因为 有没有比上次有一点 有 有线条 很有曲线 所以转裤也是有意义的吗 对 S曲线有没有 有有有有 S曲线 还有很多就是这个 所以你说日本人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了 你是带什么汤来哦 对 应该会知道 因为蛮红的红过一阵子 而且现在呢 我妹妹现在也在进行中 还在还在继续中 真的还假的 我妹妹也在继续中 生纳豆有关吗 好像类似哦 好像类似 好像类似哦 你俩这样子 S的身型哦 要让莉莉拉来讲减肥这件事 可是我想减肥健康食品 纳豆吗 是什么 类似 发酵 发酵 有什么 不可能是味增汤了 味增汤叮嘣 没错 是 味增汤 减肥 减肥 减肥味增汤 对 没有今天这个是 应该说 味增汤减肥这个减肥法 然后我今天做的是最简单 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那个海带牙豆腐 长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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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增汤 海带牙豆腐 长葡 味增汤 对 这是日本人 最简单的 味增汤 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味增汤 先把汤倒进来 你用的味增是白味增 没错 好漂亮的颜色 我喜欢白味增的颜色 我也是 而且你的海带牙的量好大哦 没错 你的量好多哦 是啊 我是故意 我今天一定要讲的说 我做的味增汤呢 都是一定是料多的 因为这个是 当然平常是 汤来喝 没有错 但是因为是要减肥 味增汤减肥 那必须要把它料多一点 好 莉莉 这样我又有问题了 我也有时候去高级的 日本料理店 是的 比如说去一些高级的 日本寿司店吃寿司 他最后都会给我一碗汤 他给了我一碗汤之后 都不会给我汤匙 你们喝味增汤都不用汤匙 不用汤匙 直接就 咕噜咕噜喝下去吗 对 用嘴巴喝 可是你的料这么多 用筷子夹 哦 用筷子 对 所以你们没有汤匙 因为今天他用汤匙咬味增汤 我觉得就矮油 怪怪的 对啊 怪怪的 但是没办法就先这样子啊 因为我在学生的时候啊 我在那个日本餐厅打工 那时候呢 对 台湾的客人呢 一个妈妈哦 就是做梅头 我就端汤过去了 然后呢 还有那个 就我就已经走了嘛 然后后来我就进过 他就说小姐 汤匙咧 这样子 小姐汤匙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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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 我很好 你 你现在为什么需要汤匙呢 小姐 小姐你拿汤来 没有送汤匙 你的服务不周 对对对 他就是表现就是 你真的没有做好那种的 哦 所以日本人喝汤用筷子 对筷子 然后就直接这样子喝就好了 然后就说 我就停住 然后就 需要汤匙吗 然后就 哦 我没有汤匙怎么喝 然后就那种 就是 理所当然 对 就是一个 我 因为服务生 所以我就 就忍住了 因为 理所当然 你要给我 对对对 所以就 哎呀 其实没有关系 你需要就这样 没有关系 其实 很可怜就是 刚好他不知道 日本的汤匙 不要用汤匙喝 就是这个是一个文化 所以 英里亚 你从小到大 不管喝什么汤 都没有汤匙吗 台湾的那个 就是 就是在日本吃台湾 中国中华料理店的时候 他们会有那个 淡花丹那些吗 对 他们对付汤匙啊 那就用汤匙喝啊 哦 对啊 所以等于是日本喝汤 没有汤匙这件事啦 因为等于是日本人 就算是喝汤 也都是一份一份的 对不对 对 一份一份的 汤当然是一份一份的 难道是 大家一起吗 哈哈 至少都要咬在碗里 这其实是一种习惯 对不对 对 你看 我就记得 每次只要去吃这些 最后最后上的是汤 上了汤之后 也都没有 汤匙 嗯 对啊 是啊 所以用筷子吃 所以每个 每个文化不一样 我只有一串筷子 不会 那莉莉娅 你吃给我们看 我吗 你示范给我看 对啊 我吗 就比如说 对啊莉莉娅 你用一个筷子吃 那个味噌汤 然后呢 你吃完之后再告诉大家 为什么日本人现在流行 这个在减肥 先拿好嘛 对不对 拿好 下面要叠好 手要叠好 手要叠好 三指要拖着碗 对就是拖着碗 然后呢 就是先喝一口 喝一口汤 你吃东西都没有声音 就拖一口 拖一口豆腐 听众朋友 莉莉娅 吃东西都没有声音 不会被抱怨 再来好带牙 哦 莉莉娅 你吃东西的样子 很漂亮 好吃好吃 那为什么 我今天要带 这个味噌汤呢 就是呢 就跟我的身材 也就是身材有关系 S型身材 对 就是我现在有在早上 早上喝味噌汤 嗯 就是一个减肥的方式 等一下 莉莉娅 我有疑问 嗯 我每次去日本旅游 嗯 早餐只要是选核食 就有味噌汤啊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 味噌汤没有油 嗯 对不对 然后加上味噌这个东西 就是发酵品 嗯 对 豆类的 可是你说日本现在正在流行 为什么 应该说以前就在流行的 你们早就知道了 这本来就是你们的饮食文化啊 对 但是现在已经那个文化 饮食文化有改变啊 大家可能 一大早起来 就是大家家里面有煮 然后去便利商店 买一个三明治 放肠直接啃 嗯 但是就是味噌汤减肥法里面是很多一种料的 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因为莉莉娅煮的味噌汤好好喝哦 谢谢 不是我们在外面喝的很甜的那种有沙的味噌汤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 好 哇 你有加糖吗 没有没有 好 后半生再我们要赶向前 好 来 3 2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邀请到的是日本甜心女孩 嗨 莉莉娅 来跟我们超级美食家 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是 味噌汤减肥法 是的 是的 莉莉娅 你这个味噌汤没有加糖 没有加糖 我不加糖 因为要减肥要加糖对不对 好傻 也是 可是问题是原本就不会加糖 可是在台湾煮味噌汤多加糖 对 有很多人跟我说 他说南部的味噌汤好喝 他说这个才是个传统的味噌汤 而且喝起来还沙沙的 我也不喜欢 对对对 很甜很甜很甜 我想说这个不是 然后有一些不是用那个两面店的话 也是配那个味噌汤吗 加蛋花加贡丸 对 你喜欢那种风格吗 没有 因为很杂 我觉得贡丸会坏掉味噌汤的汤味 对 因为贡丸本身就好吃嘛 应该这样讲 好吃的东西跟好吃的东西 碰在一起 并不代表真的很好吃 对对对 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会抢的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共我们会有那种很香的甜味 对对对 那味噌汤就会变很甜的 共完清汤其实就很好吃 没错 那个芹菜这样就切切 那个油葱这样 这样就好啊 这样就好啊 可是Lilia 我给大家看Lilia煮的这个味噌汤 Lilia你的筷子拿起来 筷子拿起来 因为呢 Lilia这碗汤还比较多 它是很白很漂亮 我刚才有讲说这是白味噌 对 所以Lilia你先教大家煮这碗 你刚才讲的最简单的味噌汤 怎么煮 好 味噌汤你先煮备 应该这样讲 我的 我煮菜的时候很重视水的部分 我不会用水龙头的水 那甚至那个洗菜也是水包 你扒的话会有水龙头 但是呢 基本上的洗菜叶的时候是 我都用我的饮水机的水 那这次我用 最后一次用饮水机的水 对 那个叶子啊那一些的话 一定用饮水机的水 那我这个汤的时候是 一定要用9.0的 那个碱性水去煮 就是料理的 等一下这句我要翻译 嗯 9.0的碱性水来煮汤 可是我到哪里去找9.0的碱性水呢 哦 有啦 有瓶装水 有标榜 有标榜9.0 有有有 但是很贵 有差吗 有差吗 你每天喝每天喝的话 你就发现 你那个水龙头烧过的水 是根本喝不下去 你一进嘴巴就闻得到 那个一些很怪的味道 那七八糟的味道吗 对 对 然后那种口感也会有差 哦 真的有差 所以你会用9.0的碱性水来煮汤 来洗菜叶 洗菜叶是我都会用7.0 啊等一下 莉莉啊 你这什么7.0找得到吗 我现在是在想找不到 我有装这个饮水剂的那个是它都可以选 因为它是有可以变成碱性水的关系 我就装那个东西 那我平常喝的水就是9.5的碱性水 这样子保持我的健康美丽的身材 健康美丽的身材 那所以煮汤是9.0还是7.0 9.0 好 水哦 然后呢还准备什么 然后呢就是我有那个 因为比较简单的话就采鱼粉就好了 不是用那个日本的采鱼粉嘛 那个就最简单 准备好呢 开火 还有那个豆腐 你喜欢的豆腐就好了 基本上我嫩豆腐是最方便嘛 对 嫩豆腐然后切块 对 你就放在手上嘛 切先剖半 他用这个手来我来给他示范 他一边是菜刀 那个是豆腐就是放上去嘛 对不对 放上去之后呢 先剖这个中间很剖 之后呢 切三条 之后呢 就往锅子切掉 切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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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好嘛 莉莉啊你有煮饭哦 哈哈哈 是啊 所以锅子里面的水先加豆腐 对 没有没有还没还没还没 还没这个是切好的 就是切豆腐切嘛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先切好再放在旁边的碗里面 这样子可能里面比较会碳沙 我们不是习惯的人的话就是会这样子懒惰 你的手已经铁砂掌了 对就是懒惰 这就是不用彩板的直接用手切这样子 然后水先好开火哦 然后呢才放进去 然后就是中火小火 台湾的火比较大 所以就小火就好了吧 然后就滚一下下 这个时候呢你就处理豆腐嘛 对不对 然后呢滚了一点点之后呢 你就把豆腐丢进去嘛 然后滚个差不多一分钟就应该它会热 然后豆腐就看得出来热了之后呢 你就把那个海带牙丢进去 那海带牙 你的海带牙好嫩耶 对我这个是我从日本带回来的 你的海带牙很 我其实不喜欢海带牙 真的哦 我要给大家看Linia用的这支海带牙 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到 海带牙好像薄沙浮在豆腐上面 就可以知道这个海带牙好嫩哦 它是因为我为什么挑这个 它是本来是 有啊可是它是挑选过的 它是干燥的 然后呢 我今天又七功课 它泡水就变二十倍 二十倍多 二十倍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用 而且它是挑够嫩的地方 所以你并不是煮很久它变嫩 不是 是差不多三分钟就它会泡开了 所以等于是要悬嫩的海带牙 你可以包装看一下 它们都有些就是挑嫩牙 然后挑选过的 然后呢 它已经旁边就是先泡水 泡好了之后呢 刚好豆腐热了它也是好了 然后就是把海带牙丢进去 海带牙丢进去也是在滚一下 滚了之后呢 又滚开了 然后滚了之后 就是这个时候呢 味噌会丢进去 但是呢 我会建议大家 先 准备一个小的碗 然后味噌是放进去这个碗里面 然后从那个锅子里面烙那个热水 倒在那个碗里面 把热汤 先把那个溶解一下 那个味噌 溶解之后溶解好了 有打蛋的那个有没有 这个最方便 打蛋的那个去溶解之后再倒回去 搅拌器 对搅拌器 然后倒回去 倒回去 就是喇喇一下嘛 喇喇一下之后呢 最后就把葱丢进去 就完成了 完成了 很快很简单了 我要讨论味噌汤 因为呢 我们请了一些人来聊味噌汤 这些人其实都是台湾人 哦 他们吃加汤的 台湾人在聊味噌汤的时候呢 都会讲说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看日本电视学的啦 就等于是味噌不可以放在热水里滚 因为它会营养会消失 对不对 可是呢 Linia的方式呢 就是把味噌先用咬出来的热水 搅吸 再回到 其实也都没有滚到对不对 最后你可以滚一下没有关系 可是就不会一直滚 可是呢 Linia呢 很好玩 Linia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小的 奇拉米的王子 奇拉米 奇拉米的王子 然后再加上一个小小的 就是你刚才讲的小搅拌器 那个是我们在日本商店买的 她说那个是专门用来搅散位置用的 你看我们家反而道具很多 很多呢 好耶 我就是这样子用手工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那个道具是给观光客 就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不懂日本文化 然后在这里体验用的 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对啊 所以等于是煮味噌它很重要的关键是 味噌要搅散啦 搅散 对 你喜欢吃味噌快的话也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 哇好咸 我有味噌味 好那Linia我想要知道 你所使用的白味噌有品牌吗 诶品牌的话就是都可以 嗯 其实我现在就是在 可能在台湾买 台湾买 然后就是台湾的超市就有了 差不多八十九块的 八十九块 很小 很小很小 你没有买很贵耶 我们家麦珍都买两三百块 因为很大的吧 嗯 我就这么小颗啊 我就这么多好像一百五十公克而已吧 因为我一个人嘛 我一个人有时候是你买了五百公克 你有时候或是用不完就吃很久 它会慢慢发酵 虽然冰箱里面 可是它 味道会放一放 它会一直发酵 会比较咸 它的味道会慢慢转变 对 那转变就 有小包装我觉得更棒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近一段广告再回来 好的 好还有两段哦 下次人叫我们来得及 可以 3 2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日本甜心女孩Linia 是 听众朋友可以去追她的FB 黎是水黎的黎 Linia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分享日本一直都很盛行的味噌汤减肥法 是 而且Linia有在讲 我就讲说我去日本旅游 我吃的都是合适早餐 本来就有味噌汤 可是Linia说日本人也因为西化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早餐的选项 不一定是白饭味噌汤跟煎块鱼 我知道最多是煎块鱼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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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那个旅館 日本穿的旅館一定是鲑鱼 我还咽了一个口水 白饭好好吃喔 然后还会给你紫菜 紫菜你现餐夹 自己放在放在上面 然后冒液的放在这样子边夹起来 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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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热热成成的 因为一定有味噌汤 也一定有一些 腌制物 对啊 还有纳豆 对啦 Linia我问你 我去吃纳豆的时候 有人告诉我 纳豆要 右边搅50下 左边搅50下就好了 这个是对的吗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对或错 有人还说要搅个八百下之类的 八百 又不是要打咖啡 四百次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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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流行 日本好流行的歌 对啊 对啊 就是打打打打打打 那个是泡泡嘛 纳豆的话是 因为在说 那个砍锡的部分 对啊 就是要它的锡啊 对那个锡 它才是好的这样子 所以说你越搅越 你能搅到多少 你就搅一搅吧 那我也是 我会搅到白 可以搅到那个 可以搅到100下 白色 白色 变白色 然后就已经砍膝带 它会一直跟着我一起散来的 这个状况 我才会觉得很好吃 可是我觉得纳豆也有进步 我记得我以前 在很多年前第一次吃纳豆的时候 我觉得纳豆味道好重 可是我觉得现在有些纳豆 都已经做那种 就是 把这种不悦的味道都去除掉了 有 就有新款都有 降低了 对还是有人会怕那个味道 很多品牌 很好吃的 我好想要吃日式早餐 所以等于是 今天莉莉娅一开始来跟大家介绍 她在家里 最简单的一款 白味噌海带牙豆腐汤 可是在加味噌有比例吗 加味噌有比例吗 应该说 基本的话是差不多 一个两份的汤是 180cc差不多吧 对不对 水分 水分是180cc 那这样的话就是 味噌它是差不多都会加一大匙 一大匙是我们两匙的那个一大匙的意思 一大匙的话 是味噌它的功课的话 是差不多17-18功课 对 所以是一点份是17-18功课 好 那你要煮两个的话 就是34-36这样子的量就要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问这个问题也蛮蠢的啦 可是呢 如果不问这个问题 有听众朋友看完了莉莉娅的专访 一定会问说 那请问一下比例呢 我吃个FB啊 为什么会讲说 会觉得很蠢 因为有的味噌咸 有的味噌甜 对 不一定 你知道就等于是不一定 大家去试那个味道 要学习去尝试 那我来录一些就是那个影片好不好 要啊 影片给大家看 你下次煮味噌汤 你就录影片还是开直播 好啊 让大家来看 就是煮味噌汤正确的方法 好啊 因为真的很好喝 对 还有就是莉莉娅你讲说 这是最简单的 味噌汤有很难的吗 很难吗 材料很复杂的吗 材料要捲的很 你可以变化很多种 那时候我最近也是喜欢吃的是洋葱 洋葱的味噌汤 那或者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白萝卜 白萝卜 白萝卜切薄一点 嗯 就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片一小片 嗯 然后那个去煮也是很好吃 像大拇指这样子对不对 再更小一点 比较好快锁 更小 这样子 你说大拇指好吃 它的那个口感很好 但是如果你是很敢 早上想吃的 早上要煮 切薄的啊 切薄的这样子很快就锁了嘛 对对对 然后马铃薯跟那个 红萝卜的味噌汤也很好吃 然后菠菜也不错 可是这里面都没有肉啊 对啊 等一下我的表情忽然都没有放肉啊 都没有放肉啊 有一个叫做那个 通鸡肉 猪肉 猪肉 猪肉味噌汤的话呢 你可以放猪肉 快也可以猪肉片 反正你喜欢的猪肉的部位呢 然后切 你要大块就会煮久一点 然后你比较硬一点 可是呢你就是说 切薄一点的话就是比较软嘛 你可以煮猪肉的味噌汤 可是我现在主要的是早上起来每天都要和尾症的 然后里面都是一大堆的蔬菜 你现在就是这样子吗 我就开始 我听说你妹妹 你刚才不是讲说你妹妹也是这样 我妹妹是两年前就这样子做 就她真的瘦很多很多很多 瘦几公斤 她是她体重来讲是瘦到瘦了五公斤 但是她本身就是不会那么胖 她是整个就是肚子这边就是 就是要 她摸她的肚子 来我再来看一下 她的S型 S型的肚子 她胸部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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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的很好 她没有整个 可是你确定她是因为味噌汤吗 还是说她平常有跑步 有 有运动 她是工作上面爬楼梯 但是她没有去运动 对 可是就是味噌汤 是让她的整个循环变很好 就是每一天故地上厕所 那个老师讲女生最难受的就是肚子这一圈 对 我也是 我就一圈 有这个甜甜圈在这里 肚子旁边都是 最难受的是这一圈 很难 对啊 更何况很多人就是上班族都坐着 对 欸 远游姐有在运动吗 欸 我前一阵子买了一台跑步机 可是我拿来走路 我还蛮开心的 也不错 因为我还蛮喜欢走路的 因为刚刚好 就是味噌汤的时候是运动 所以就是 欸 这是不是要减肥 然后就想做出一种 那是跑步机 不错不错 可是莉莉娅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好啊 我可以味噌汤煮一大锅 嗯 每一天早上微波喝有用啊 你看莉莉娅的表情有一种 好奇怪喔 这个人 是可以吗 但是这种汤会氧化嘛 对啊 因为我要 其实我要的就是味噌里面的这些 对 有活性的这些 对不对 就像台湾会说 隔夜饭就不吃之类的 隔夜菜不吃 隔夜菜不吃 其实它的意思是有变化 会有变化 洋化的意思 我本来在想说 如果是忙碌的家庭主妇 搞不好 可以三天份煮起来 这样子可以 哇 你可以先把做一个味噌汤底 应该说不要加水 味噌汤啊 还有那个蔬菜那些切好 那个那个 热扣和装起来 然后隔一天就水开的直接丢进去 哦 其实你说我刚刚说的顺序啦 你一次全部做完也不会有事的 因为老实讲啦 莉莉娅刚才有讲啊 对不对 其实煮一个味噌汤很简单啦 尤其是他今天教做的这个更简单 你连柴鱼连昆布都不用 还有莉莉娅 我们家里有用一种耶 保师傅好爱哦 你们日本人其实在面对柴鱼的时候 也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你们有那种小包的 就等于是一丢进锅里 它就会有味道的柴鱼 不是柴鱼粉哦 柴鱼这个就是切薄片薄片的哦 他把它弄得更碎 然后我有一年去京都采访 京都甚至有专卖店 有卖那种也是这样一包一包 然后要用我们台湾的聪明滤杯 去滤的日本的柴鱼高汤 也是一下子你知道就比如说一分钟 因为它只要浸泡一分钟 两分钟你知道就滤出来 就变得高汤 真的很方便 好啦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大家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好 已经零二了 有放了一首歌 好来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今天邀请到的是日本甜心女孩 莉莉亚来教大家怎么样喝味噌汤 让味噌汤变成你的早餐 必须出现的一种食物 就可能跟莉莉亚的妹妹 还是跟莉莉亚一样 有一个漂亮的S型的腰身哦 那莉莉亚我问你 如果你时间多一点的话 你会怎么煮比较丰盛的味噌汤 好嘛我就会加很多料在里面 就像说 就像刚刚瑶瑶姐说的那个猪肉啊 我其实猪肉我觉得可以 然后呢洋葱切切 洋葱也放进去 然后我会准备那个叫什么 花椰菜 花椰菜适合吗 可以可以 绿的还是白的 绿的绿的 白的其实可以 它的口感不一样嘛 嗯 对绿的也是可以 不是不行 所以煮的是软软的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先烫锅 再丢进去 这样子就快 而且这样的话就烫不用一直滚 嗯 烫锅的你就烫锅烫锅换一下 就会合嘛 就是现在就是很方便嘛 冰箱里面你煮菜的弄好 前一天先准备了 你今天想炸什么就炸进去 这样子 嗯 对啊 那还有你如果想吃到日本人 喜欢炸那个 诶 那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那个 豆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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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那个叫做 油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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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哦 所以不是汤叶 嗯 汤叶是另外一个 那个是油炸的 油炸的豆皮 可以啊 蝦子 当然可以啊 蛤蜊 可是蔬菜也要加哦 牡蜊 你看我吃的都是肉 牡蜊 就是生蚝 这样好了 早上的味噌汤就蔬菜多的 嗯 你傍晚的时候的 晚餐的时候的味噌汤 就有这些肉啊 海鲜啊 这样子 所以你妹妹一天喝两次哦 她说两次到或是一次 她也在上班嘛 嗯 所以就是她早上是一定必喝 她有时候拍中午也是 早上喝剩的 放这种保温杯里面去上班那边 嗯 然后就喝味噌汤 还有就是莉莉啊 你刚才讲的这个汤 它是用白味噌 难道只有白味噌吗 对 其实味噌有四种嘛 就是 啊 这样讲好了 白味噌 白味噌跟红味噌 红味噌是 北部 北边 日本的东北 青森啊 那个秋田啊 对 那些东北比较红 然后呢 关西 就是大阪啊 以东西来讲 东西以北 跟伊德基以南好了 嗯 就是南边的话呢 就是比较偏 就是用白味噌 那你们自己呢 我们家是白味噌 所以你比较少用 赤味噌 等一下 赤味噌 我觉得味噌还有黄色的一种 台湾比较多的是比较偏黄 你有用过一包十块钱的那种 有看过我不敢买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 一包十块十五块啊 我就是喜欢用白味噌 就是那个纯白的白味噌 所以你不会用各式各样的味噌 来煮汤 因为我有喝过很黑的味噌 我觉得那应该比赤味噌更可怕 有 应该是用黑豆的吧 顏色更深 豆类的 豆类做的会很黑 好稠厚哦 对 因为味噌其实有分四种嘛 一个是米做的米味噌 米味噌 米味噌嘛 就是一个是麦做的麦味噌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我讲的什么 米跟麦跟 還有豆 豆味噌 那另外一个是调味的 调和的 调和的 所以我们讲的白味噌 其实是米味噌 对米味噌 但是不应该用颜色来讲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子 应该要用它的原料来区分 嗯 因为其实米味噌 市场上面是已经超过八成了 所以大家都是 在日本吗 在日本 因为台湾的话已经 台湾哪里有卖豆做的 卖做的味噌 没有 可是台湾的味噌都黄黄啊 都是大豆做的啦 大豆做的吗 都是黄豆做的 豆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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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做的是 所以吃起来才沙沙的 黑的沙沙的 黑的沙沙的 比较咸的 应该说比较 发酵比较浓一点的 那个豆子 对 我是喜欢米味噌 我觉得米味噌很雅 很雅 雅 就是很有气质 嗯 就比如说煮出来了汤 然后喝的那个感觉 对不对 它都不会有一些沉淀的这种 沉淀物 不过我相信 应该是所有的味噌 都很合适 煮成味噌汤 是的 如果用莉莉娅的方式 大家只要把握这个方式 就可以把营养吃到肚子里面 关键是不但有S的腰身 每天还可以呃呃 每天呃呃这件事确实会吗 嗯 会有帮助对不对 因为还有大量的蔬菜 没错 你还是要喝水哦 就是 减肥也好 保持健康也好 不能只靠一个东西 去产生一定的 所以是这个东西 是给你一个固定 你早上就是早一点起来 然后煮味噌 它热热的喝下去之后呢 它就是肠胃会冻嘛 那温和的冻 这样子 而且是没有含油的关系 对身体也比较好 对啊 而且老实讲 早上起来大家都在吃 比如说喝牛奶 嗯 也是冰的对不对 嗯 喝豆浆 豆浆 豆浆也是冰的 嗯 然后呢 都已经忘记早上可以喝一个热热的汤 即使在这么热的夏天 也可以啊 是不是也可以 好 来给大家分享 莉莉雅的这个减肥的 还在继续中啊 还在继续中 继续中 真的还没有 还在瘦多少 不是莉莉雅我没有看过你 你很胖欸 我记得年前来的时候 我发现你是越来越瘦 我都很担心你太忙 越来越瘦 有 对就是忙忙忙 你一起给我节目之后 跑来跑去 哈哈哈哈 而且我就算好 保持一个身材也有啦 脸部好像比较没有胖了 但是我肚子真的是做的比较久的话 会圆圆的 哦 做的比较久会圆圆的 是不是 对啊 莉莉雅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她说她今天这一集跟我有关 我心里想为什么味噌汤跟我有关 对啦 就是促进新陈代谢 对不对 我们就是一样是爱吃东西 对不对 可是就是要保护好我自己们的身体 对不对 而且莉莉雅还很关心哦 我就跟莉莉雅讲说 有啦我最近有上跑步机在走路 就等于是 不是只有用一个方式让自己保持健康 而且我觉得除了保持健康之外 在运动 还是说在吃你自己喜欢的食物 其实心情很愉快 对 我觉得关键是很开心啊 没错 我有去健身房 然后呢 自己跟找一个朋友 有一个女生 有点远远的一个女生朋友 就是 逼她一起走公园 然后晚上 逼她走公园 逼她走公园 然后去健身房 她有成效吗 她有成效的 她好像变小 她本来好像56 然后呢 现在看到54 她从L变M是不是 可以这样讲吗 对 XXL变成XL 我就很满意了 我们努力吧 一起保持健康 谢谢 谢谢Lilia 来吧我们超级微信家 谢谢拜拜 拜拜